在霸王龙的骨头里发现了用来生蛋的水质组织 鸡就是霸王龙的后代 用鸡的DNA复活恐龙 通过改变鸡胚胎发育的相关基因 让鸡长出了一对接近鳄鱼和恐龙的鼻子了 大约在6500万年前的白鳄季 地球上的火山爆发频繁出现 气候变暖 海平面上升 加上小行星撞击地球 产生了巨量的碎片和尘埃蔓延传球 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最终导致了恐龙的大灭绝 到了今天 如果你想要触摸到的恐龙 只能求助于小孩的玩具模型了 还记得《侏罗纪公园》这部电影吗 克什加发现了被锁在琥珀里的死前蚊子 蚊子体内含有恐龙的血液 克什加抽取血液 从中提取了恐龙的DNA 然后克隆出来一堆恐龙 遗憾的是 这只是科幻电影 现实当中我们并不能看见真正的恐龙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如今有一位狂人正在复活恐龙 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开玩笑 那如果我再告诉你 这位狂人复活恐龙 并不是利用死前蚊子的血液 而是利用你经常见到的鸡 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开国际玩笑 刚开始我听到这个疯狂项目的时候 也觉得很无厘头 直到我深入看了一些相关资料 才发现原来这位狂人 一共有111块骨头 但由于出土的地点十分偏僻 克什加只好动用直升机来分开运送这些骨头化石 在运送过程中 一根0.9米长的大腿骨突然出现了锻裂 这个意外的锻裂成就了人类后来的一个重大科学发现 当时挖掘项目的负责人叫杰克·阔纳 这位老头是古生物学界赫赫有名的专家 也是一位恐龙狂人 曾经发现并挖掘过很多的恐龙化石 他还在侏罗纪公园系列电影中担任过技术顾问 电影的第一集和第三集里的男主角圆形 也是这位挖掘恐龙的古生物学家 霸王龙的大腿骨断裂之后 扩纳小心地把掉落的骨头碎片收集起来 并寄给了自己的一位学生 玛丽·施伟策 这位施伟策是美国北卡州立大学的古生物学家 他在收到骨头碎片之后进行分析 发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东西 在这些6800万年前的骨头切片上 竟然神奇地看到了一些水质组织 这个水质组织比较特殊 它只存在于雌性鸟类的身上 它是干嘛用的呢 当雌性的鸟类要产卵的时候 水质组织会转化成钙质 最后变成鸟蛋的外壳 嘿 这就有意思了 在霸王龙的骨头里发现了用来生蛋的水质组织 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 这头霸王龙是母的 并且已经怀孕 第二 霸王龙与现代鸟类有着某种相近的亲缘关系 这个发现在当时震惊了科学界 但故事还没有完 到了2004年 世质组织觉得霸王龙的骨头碎片已经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了 他让助手把一块骨头碎片放到若酸溶液当中 这样石化的骨头会被彻底分解掉 可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 经过长时间的浸泡之后 骨头被彻底分解 但最后留下了一种富有弹性的物质 在几千万年前的骨头胯石里 发现这样的东西是相当罕见的 斯韦测用高倍数的显微镜来观察 发现这里边有一些圆形的东西 看上去很像是血红丝包 上面还分布有血管 这下不得了了 斯韦测被眼前看到的东西吓了一跳 难道是霸王龙的血液组织 如果真的是霸王龙的血液组织 那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血液 里面很可能含有霸王龙的DNA 有了霸王龙的DNA 人类就有可能破解其中的基因密码 并有可能克隆出活着的霸王龙 侏罗纪公园这一幕 看到这里变成现实了 后来斯韦测发现在 若孙永液中留下来的 只是霸王龙的一些原组织 虽然包含了富有弹性的血管和骨丝包 但并不能从中提取到霸王龙的DNA 因为就算在低温和无菌的条件下 DNA的可用寿命最多可以延长到数百万年 而这头霸王龙的死亡时间 大约在6800万年前 其体内的DNA早已降解 但是斯韦测有着一种古生物学家的敏锐感 他坚信这些原组织里面 肯定还隐藏着其他不为人之的秘密 斯韦测和他的导师杰克·库纳猜测 霸王龙的化石在挖掘出土和运输过程中 骨头内的原组织会迅速分解 为了获得更高质量的原组织样品 他们用货柜车搞了一个流动实验室 直接把实验室开到了挖掘现场 很快他们从新鲜出炉的霸王龙化石当中 获取到了更好的样品 斯韦测把骨头中的原组织分离出来 并磨成粉末 用干冰包裹寄给了他的前同事 约翰·阿萨拉 阿萨拉是哈佛医学院的一名研究员 斯韦测希望阿萨拉对霸王龙的原组织 进行更高灵敏度的鉴别分析 阿萨拉通过一种叫做质朴的技术分析 发现了霸王龙的骨头原组织里面 含有七种胶原蛋白 这些蛋白的序列也被测定读取了出来 接着阿萨拉将霸王龙的蛋白序列 跟21种现代动物的蛋白序列进行比较 不比还好 这一比得出了惊人的发现 霸王龙的胶原蛋白序列 竟然跟鸡的胶原蛋白序列很相似 而跟其他动物的蛋白序列则相差较远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霸王龙和鸡有着相当亲近的关系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 这个重大发现确实有点毁三观 甚至有媒体还夸大报道说 鸡就是霸王龙的后代 实际上综合现有的科学证据 霸王龙和鸡的演化关系大概是这样子的 霸王龙和鸡都有一类共同的祖先 兽脚亚木恐龙 这类恐龙大约出现在两亿年前 是地球上第一批大型的食肉动物 接着兽脚亚木恐龙继续演化出 尖尾龙类 鸟兽脚类 虚骨龙类 暴盗龙类的恐龙 你可以看到到暴盗龙这里 算是霸王龙和鸡最亲近的共同祖先了 接着暴盗龙类演化出两类恐龙 霸王龙和鸡从此分道扬镳 在霸王龙这一只 首先是霸王龙超科 接着是霸王龙科 霸王龙就是这一科中最典型的物种 在鸡的这一只主要是首盗龙类 在首盗龙类下面有一类叫做偷弹龙 根据目前出土的化石 偷弹龙已经开始长得有点像鸟类了 它们的嘴跟鹦鹉类似 嘴里边已经看不到锋利的牙齿 而到了真首盗龙类下面 开始演化出鸟翼类的恐龙 鸟翼类恐龙下面就包含了 始祖鸟类和晋鸟龙 根据科学家目前发现的证据来看 始祖鸟和晋鸟龙很有可能 最后演化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鸟类 而我们最常看见的鸡 实际上就是一种鸟类 从这个演化数来看 鸡是恐龙的后代 今天的鸡虽然没有了锋利的牙齿 也失去了远古祖先巨大的利爪 但在鸡的DNA深处 仍然保留着恐龙祖先 那份让人胆颤心惊的松翰血统 恐龙狂人杰克库纳认为 在鸡的DNA里 隐藏着恐龙的基因图谱 由此他提出了一个疯狂的研究计划 用鸡的DNA复活恐龙 从而得到一种纯新的物种 鸡龙 它能够成功吗 我们接着看 让我们再次回到2004年 当北卡州立大学施伟策的助手 把霸王龙骨头丢进若酸溶液的同时 在美国的另一所大学 华盛顿大学 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基因的研究项目 红元基基因组测序计划 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解开基的全部基因密码 而这个计划里面的研究对象红元基 先前已经被科学家认为是所有现代家基的祖先 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科学家 在得知这个计划之后 当时就提出了一个设想 他们说 测定基的基因密码很好 但不能只测基的祖先啊 基的后代也应该一块测量 于是来自英国的肉鸡 瑞典的蛋鸡 以及中国特有的乌鸡纷纷上场 成为了被测定的对象 很快科学家们破译了这四个基品种的基因密码 后来还有更多基品种的基因密码 也被陆续的破译出来 其中一些基因的功能也逐渐被发现和验证 比如一个叫做TXHR的基因 在家基的身上发生了变异 这导致了家基能够存连下蛋 再比如一个叫做TBC-1D-1的基因 主要负责糖代谢的调节 如果这个基因发生了重要的变异 很可能会让基长出一身肥肉 变成大胖基 基的基因密码的破译 正好给捷克扩纳用GDNA复活恐龙的疯狂计划 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捷克扩纳觉得时机成熟了 他准备开干 如果把鸡和恐龙的骨架放在一起 你会发现它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它们都有三子骨 都有相似的恰骨 还有相似的颈部指椎骨 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些明显的不同 恐龙有长长的尾巴 而鸡的尾巴已经退化 只剩下尾中骨 恐龙原来的手臂和利爪 演化到鸡的身上已经变成了翅膀 恐龙有着锋利无比的牙齿 而鸡没有牙齿 取而代之的是鸟类中常见的慧 这一切的相似和不同 背后都是由基因控制着 扩纳认为 在鸡的DNA当中 很可能还保留着控制恐龙尾巴 手臂和牙齿等性状的全部基因 只不过它们经过千百万年的演化之后 失去了活性 如果在胚胎发育阶段能够把这些基因重新激活 那么由鸡蛋孵化出来的小鸡 很可能就是一只小恐龙的样子 扩纳的猜测充满了想象力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咱们接着看 2005年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发育生物学家 马修哈里斯正在进行一项常规的实验 它的实验对象是鸡的胚胎 但又不是普通的鸡胚胎 哈里斯的鸡胚胎携带了一种叫做Type 2的基因突变 这种基因突变会影响鸡胚胎的正常发育 在孵化不到18天时 胚胎就会死掉 本来是一个很常规的胚胎观察实验 却出现了不寻常的现象 有一天晚上 哈里斯在实验室加班 他正在检查一个16天大的鸡胚胎头部 偶然注意到在鸡的纽绘边缘 有一些微小的凸起 这是哈里斯以前从未见过的结构 哈里斯感到很惊讶 随后他对鸡胚胎的头部进行解剖观察 发现在鸡的纽绘边缘竟然长出了牙齿 虽然牙齿还很小 但已经看得出来是圆锥形的剑齿 长得跟恐龙的牙齿很像 后来来自耶鲁和哈佛大学的科学家 还通过改变鸡胚胎发育的相关基因 让鸡长出了一对圆形的 还没有融合的鼻子 这看起来已经接近鳄鱼和恐龙的鼻子了 这些实验结果当时震惊了科学界 也证实了扩纳的猜测 在鸡的身上果然保留着 远古祖先的古老基因 在一定的条件下 这些古老基因能够被激活 随后扩纳和他的研究团队 开始真正的创造鸡恐龙的实验 他们给鸡胚胎注射了一种病毒 这种病毒身上携带了 控制尾巴生长的基因 以及一小段短吻二的尾巴基因开关 他们希望转入的外来基因 可以激活小鸡身上已经沉没的尾巴基因 让小鸡长出尾巴 而对于小鸡手臂的生成也是类似的原理 在鸡胚胎发育的早期 实际上可以观察到长着三根手指的手臂 只不过发育到后期 这三根手指会融合在一起 最后变成了鸡的翅膀 但如果转入外来基因 让控制鸡手指融合的基因失去活性 同时把手臂发育的基因激活 那么就有可能看到长有手臂和利爪的小鸡 哦不对 应该是小鸡龙 尽管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真正活着的小鸡龙出生 但看着这个圆形图 有人已经坐立不安了 通过改造鸡的基因来创造小鸡龙 霍纳认为在科学原理上完全有可能实现 可是对于这个疯狂的研究项目 外界的看法并不一致 有科学家批判霍纳 说它的项目就算最后成功了 得到的也只是一只不能不累的怪物鸡 而霍纳对于这样的批判也做出了回应 他承认通过改造鸡的基因 永远不可能得到一只真正的恐龙 但是他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项目 能够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到 从恐龙到鸟类的演化过程 同时推动发育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 比如研究清楚动物的尾巴是怎么发育生长的 对于我们人类的腰尊盘突出 说不定会有更好的预防和治疗方案呢 还有人说 到小鸡龙真正出生的时候 人类又可以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宠物了 虫鸡造出恐龙 你觉得靠谱吗 如果真的造出来了 你愿意释养一只小鸡龙当宠物吗